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神秘而诡异的故事,停尸房的秘密。 这个故事讲述了小凡,一位英俊潇洒的医生,他被分配到一个海滨城市的大医院工作。 小凡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妇产科大夫,医术出色。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他听到一个声音引领着他走向停尸房。 在那里,他遇见了一个他曾经的高中同学,名叫玲玲的女孩。 他急需小凡的帮助,因为他即将生下一个孩子。 在艰难的过程中,小凡帮助玲玲顺利分娩,但孩子却出现了问题。 玲玲请求小凡照顾这个孩子,并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——恋凡。 随着故事的展开,小凡面临着困扰和抉择。 这个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情感,展示了小凡为了救助一个孩子和面对过去的情感纠葛的挣扎。 此时,让我细细道来。 小凡是一位非常英俊、潇洒的男孩子,而且他长得很像费祥。 当他拿到硕士学位后,被分配到南方一个海滨城市的大医院,成为住院部的医生。 小凡是个非常温柔、体贴的妇产科大夫,而且他的医术也相当出色。 要他看病或进行手术的病人,通常需要提前一周预约。 当然,也有许多年轻女郎为了一堵白衣飞翔的风采而来,虽然没有什么病,却身吟着。 今天,他正在值夜班。 已经值夜了,外面细细地下着小雨,寒冷的夜风不停地摇晃着远处的一扇窗户,发出蓬蓬作响的声音。 小凡皱了皱眉,放下手中的病例,走出了值班室。 回廊曲折蜿蜒,昏暗的路灯摇摆不定。 他沿着声音一直走下去。 雨越来越大,刺骨的风使他的白大褂像一张风帆一样鼓掌,寒意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 停尸房静静地矗立在回廊的尽头,一扇窗户摇摆着。 他推开停尸房的门,按了旁边的开关,但灯却没有亮起来,里面一片漆黑,他伸手不见五指。 他摸索着走了进去。 你终于来了,一个你人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,这个声音让他感到似曾相识,你是谁? 过来看看,你就知道了。 就在这时,雨停了,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,苍白的月光洒进停尸房。 他顺着女人的声音走了过去。 突然,有一只冰冷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他回头一看,尽管他是医生,眼前的景象仍然让他浑身打了个冷战。 一个长发遮面,身披白色果实布的女人就站在他身后。 暗红色的血透过果实布,从他赤裸的腿上缓缓滴落,你是他结结巴巴地说道。 一阵冷风吹进来,掀起他的长发,露出了一张娟秀的瓜子脸,你是玲玲。 他大吃一惊,不禁失声道。 玲玲是他的高中同学,也曾经是他的女朋友。 高中毕业后,他考上了医学院,而他去了深圳一家台商企业打工。 大学的头两年,他们还有书信往来,但后来他却杳无音信。 有人说他嫁人了,也有人说他被一个台湾人包养了,成了二奶小凡,快帮帮我,我快生了。 他焦急地说道,透过朦胧的月光,他看见他的下腹凸起,羊水已经流了出来,快躺下,马上就要生了。 他急忙上前扶他,躺到停尸床上。 使劲,深呼吸,使劲,再使劲。 啊,哎哟,啊,他用力掐住他的手臂。 孩子终于出生了,但没有发出世界上第一声啼哭。 他拍了拍孩子的后背,婴儿仍然无法哭出声来,孩子情况不妙,必须立即送去抢救灵灵。 你,你赶紧去,孩子最重要,他低声说道。 他抱起孩子准备离开,但他突然伸出双手,他赶忙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。 他的手冰凉,颤抖不移,小凡,我快撑不住了,我有一个请求,你能亲亲我吗? 豆大的泪珠沿着他秀丽的脸颊低落下来。 他俯下身,在他额头深深亲了一口,谢谢你,小凡,这孩子的父亲,在台湾,还有好几个孩子,而他是我的骨肉,他的名字,在他出生之前,我已经给他起了叫叫叫练法。 请不要告诉他的父亲,他也不会在乎的。 玲玲,你一定要坚持住,我会尽快找人来救你的。 说完,他抱着孩子冲了出去,他来到产科急救室,吩咐值班护士,你准备好抽吸废水的工具。 你和他,快去停尸房,那里有一个产妇,13号床上,把他抬过来。 孩子很快就被救了过来,但两个护士从停尸房空着手回来了,人呢? 医生,13号床上的人已经死了两天了。 是啊,两天前我还亲手给尸体包好布,这是他的死亡记录。 他接过记录,上面清楚地写着,消灵,死因,难产。 死亡时间,1月2号。 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里,今天已经是5号了。 夜更深了,雨又开始下了,雨点敲打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。 他脱下了白大褂,但他手臂上那五个纸印仍然清晰可见。 小凡感到一阵寒意袭来,他回头看向停尸房的墙壁,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竟然不见了影子。 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在他周围,他意识到这里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停尸房。 他望着墙壁上写着零零死亡记录的纸张,突然一道幽光从纸张上闪过,将它吸引过去。 他伸手触摸那道幽光,瞬间,他的身体突然消失在停尸房中。 当小凡再次醒来时,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。 四周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氛围,周围一片黑暗,只有微弱的月光透过云层洒下来。 他的心跳加速,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,更不知道该如何离开这里。 正当他迷茫之际,一阵悠悠的女声再次想起,小凡,你终于来了。 小凡转过头,眼前出现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,面容模糊,宛如幽灵一般,你是谁?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? 女子微微一笑,透露出淡淡的忧伤,我是凌凌,曾是你的朋友,也是你的初恋。 我们之间的缘分并未结束,你必须完成使命才能离开这里。 小凡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女子,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 你要前往灵界,解救那些被困的灵魂。 只有完成这个任务,你才能重返现实世界。 小凡心中涌起一股决心,她答应了女子的要求。 于是,她踏上了一段神秘的旅程,穿越灵界的黑暗,救助无助的灵魂。 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险与考验,小凡最终成功解救了众多被困灵魂,获得了他们的感激与祝福。 在最后一次任务完成后,她再次回到停尸房,发现自己已回到了现实世界。 她感到一阵恍惚,刚才的一切是否只是一场梦境。 然而,她的手臂上那五个纸印仍然清晰可见,证明着她所经历的一切并非虚幻。 小凡明白,她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救赎,她将以一颗更加坚强的心继续执着于医学事业,为更多的人带去希望与生命的奇迹。 在她回想起那段神秘旅程的时候,她决定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,与大家分享。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故事,并发出了一个请求。 故事中的每一个转折都蕴含着深意和情感,希望大家能读到这里时能够点赞、评价和留言,分享你们的感受和思考。 感谢你们的支持。 这个神秘故事很快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热议,许多人被故事中的情节所打动,留下了赞美和深思的评论。 读者们纷纷表示,这个故事给予了他们勇气和希望,让他们对生命和爱有了新的理解。 小凡从评论中感受到了读者们的支持和鼓励,她深深明白,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空间,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理解和关爱。 她决心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爱与温暖,用心灵的故事触动更多人的心弦。 她感谢每一位点赞、评价和留言的读者,因为正是有了你们的支持,她才有勇气继续创作、分享和传递温暖。 故事完